TRIPPING TRIPPING 大家好,我們是TRIPPING 我是D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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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的影片都會存在 就是因為很多人在我的IG 叫我們去參加Paris2024的Olympics YES 你們全部叫我們參加什麼? B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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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們直接進入話題 為什麼會多的Video 就好像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照片 打鼓再 akar 放多鸡 在鸡 VERY A Ooooh 所以你看到照片 很多人叫我們去參加 YES 可是呢 就有很多人誤會一點 街舞 跟 好像在照片裡MO 的還有人跟搭 醜 参加 我覺得很多 大眾不明白我們街舞文化 YES Breaking Street dance is part of street dance. Street dance is not breaking, but breaking is under street dance. 这个你们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从4T-Chall & P,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男套。 在Street dance里面, 有很多很多种男套。 你的面套是? Walking. 你的面套是?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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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treet dance下来, 发现一棵树, Street dance, 下来有很多的舞台。 所以你们讲完下来, 讲完啦, 讲完啦, 几个例子, Hopping, Rocking, Hipop Freestyle, Breaking, Wacking, And so on, 就有很多舞台。 所以Breaking是其中一个category, 所以你平时靠我跳的A5, 我说法没有做过? Breaking的? 有啦, Po Me Boy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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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新, 他也是在有几个影片, 他讲街舞, 纳入在2024的Olympic, 呃, No. 我是这就是街舞3的队长张一新, 街舞即将进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 这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是街舞, 是Breaking, 所以不要再tag我们去参加了, 我们, 是, 我们不是我们擅长的时候, 上, 我们regerent里面最擅长的就是, Street dance, 公仔, 还要讲最擅长D-boy的字, 我讲人是吗? 我讲整句是人啊, 是吗? 是吗? 我会有困难, 所以我解释一下, 两个华语分的啦, 然后, 这个D-boy是一个人呢, solo耶, 所以你看这个呢, 我们也是没有很劲的, solo, 所以, 穿你去劲啊, 然后, 哈哈哈, 所以呢, 在Facebook呢, 就有一个post, 就那一个post呢, 就有很多人分享, 然后在我们这里Facebook看很多, 就开始很多男生去protect了, 因为那个post呢, 下面呢, 就有很多男生,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就酒, 嘿嘿嘿嘿, 说某林, 他就讲, 不久之后, 可能做爱也是一个项目的, 蛤? 你是Squatch? 怎么会这样子讲, 是因为他们对了吗? 对, 我们看下一个comment, 碧球都没有, 来一个街舞, 首先这个不是街舞啊, 碧球是Doshball? Squatch, 有碧球, Nicole David, 早就为我们国家拿金牌了咯, 奇怪啊, 为什么Squatch? 其实, 你们有个comment, 给我们知道, 为什么Olympics没有Squatch? 这个我也想知道, 我们应该是一个Squatch, 奥运会的项目, 真的越来越奇怪了, 这个我, 没有认识, 快快, 到底我们去接下来, 第一猜, 他就讲, 去了Glavin店很久, 就是等这一天的到来啦, OK, Squatch,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啦, 你们会讲的, 或者你们啦, 就有人会讲的, 好像, 周海也会讲的项目, 其实我是蛮面识的, 你都会被骂入, Olympic event, 因为, 不我们还是不是Squatch, 因为自古以来, 我们都一直讲, 跳舞本来就是一个, 对啊, 它是一个Squatch, 所以, 当开始, 你放那个, 很former的打分system, 进去的话, 它那个艺术价值就drop了, 对, 我有想过这点, 可是我又想过一下, 其实Olympics, 已经很久了, 它已经放R2去了, 因为你要跳水的话, 是Squatch, 等一下, 可是它还是打分, 它还是看judge, 觉得你跳到美不美, 那个水的话, 都会有指定动作, 有指定咯, 有可能会不会还是这样, 可是你看那个, 就会比较吗? 就会比较吗? 也是排舞啊, 也是排舞啊, 也是给分嘛, 所以我的话, 我觉得Olympics这个东西咯, 本局已经不只是Squatch了, 从来已经有跳舞像啊, Gimrahma啊, 我觉得这些已经是, 只要你是打分咯, 已经是看judge的, the taste of my preference, 那个我不敢说, 因为我不敢说, 因为我不敢说, 可是我们只聊过, 只要给街舞, 因为街舞一向来, 都是西北freestyle的, 很强, 因为Baton讲这个A打B的话, 这样不容易看了, 他觉得那边就直接指, 往好的方面讲咯, 就是, at least这个D-boy, 这个street dance, one of the street dance culture, 已经把它放上世界舞台, 就让更多人能够, 我觉得唯一的好的是, 好处是这个, 然后还有给, Dancer, 或者是, 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 这个方式不懂, 你看有时候, 你放心很没趣的, EVAP, 然后帮他, 会变子, 会变子, 多多少少认为的, 可是我觉得不用紧啦, since is the first time, 你会给他们机会看, what is going to be next time, 有可能会有improvement的咧, improvement of what? battle啦, 有可能那个分数会改变, 因为他的battle, 我就是怕他那个battle, 变成man stream, 在人家的严重是battle, 可是我们, as a dancer, 懂history, 懂那个feeling, 我们会觉得, 有时候, 这些东西, 他tracks that ground, 你才有那个feel的, 我觉得东西是要valid啦, 所以到最后, 有些东西还是要commercial, 要让更多人知道, 这种东西, 太多种人啦, 有些bboy, 也希望不出olympic, 所以, 希望会有government support叻, 希望有olympic, 好处是这个, 当然, 会有government support叻, 也要看整个过后, 会怎样啦, 不是,我也是有看一个, comment也是有写, 就是说, 因为bboy这样的event, 这样到底, 才有最值得做judge? 我不懂, 我还是不懂他的价是谁, 你要这样打, 就好像你battle这样写的文化, 可能,I don't know, 等一下我们有特别讲这种表演, 啊, ok 我们继续讲啦, 看到这个讲, 我觉得, 这个comment是, trigger到我身边很多朋友的, clubbing了, 他写clubbing, 就等到这一天, 其实这一句呢, 我们都没有讲啦, 可是, 我觉得很多dancer, 会feel, trigger, insulted啦, 因为跳舞这样, 真的是去clubbing, 摇摇一下就练, 其实当时, 我们是, 需要练习的, 我们在, 是啦, 哦,原来你的朋友是你自己的, 哈哈哈, 所以用别人陪丢, 那你就是share in mind, 是, 是, 就是proporously, 要训练吧, 靠北啦, 我终于觉得, vboy他们会先把vboy纳入, 因为, 像紧费, 啊, 反正是觉得, 因为有包裹, 然后用很多physical一点的, 可能然后这样子, 那些, 会包裹成vboy? 不能参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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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我不懂, 我们还不知道, 这次的vboy, 他们用什么评分, 实在搞不懂, 为什么squash, 还不可以进, olympic skateboard, 还有这个breaking, 却可以, 我也是不懂, 不要因为squash没有, 来骂breaking,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那是different thing, 不一样啦, 现在breaking有了, 可以换, skateboard有了, 然后squash怎么没有, 然后就是roll 5, 而不是换到, 那是skateboard, 其实, 他们很喜欢, 中午我会有这个, 而不是哦, 希望以后有, 是咯, 你应该这样想法, 哦很好, breaking都有了, 这样squash一定要有,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 所以整个流言呢, 都一直困绕带讲说, 中午我很多人会, 中午breaking可以进, 可是有些比较理智的就是, 中午breaking可以进, 因为它是技术, 它不是sport,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讲过这个东西, 那一个Asian playground, Dance is an art, is not a sport, you have the fastest runner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no best dancer in the world, Dance is an art, is not a sport, that's the fastest runner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no best dancer on earth, Mico已经, Olympic也是一个好啦, 只是make sure, 只要是里面, 负责judge跟负责牌, 整个Mico的人都是资深的人, 都是, 都是in the scene的人, 那是重点, 我希望他们办的是, 我希望like other dance style, maybe可以进去也是, and like, 会有showcase啊, 这种东西进去, 我今天会bond到更多的dance, 我希望这样子啊, 人家会看到dance的苦, dance的重要, 因为dance很少attention, 我觉得这个好, 然后放进去, 不要放进去, ok ok ok, but it's one of the way to let people know, 接我哦, 这种哦, 这样 personal, 这样 artsy的东西啊, 它也是一个很lifestyle, 很expressive东西, 奥运会哦, 又是一个, 很scape,很point, 然后它又involved country, 又involved这个那个, 所以我们是不懂啦, 所以我们, 起了一个jumping, yes, 把我们解围, 那是我的朋友, 是我们当时很模糊的一个故事, 咦? 哈哈哈哈哈哈哈, 诶? 诶? 所以我们今天会请lego sam, lego sam是他的, 我的两个crew mate, fearless, fearless, 然后还有fearless的member, 然后也是现在的malaysia orstar, 我们三个, 暂时的member, yes, 他呢, 是玩我的vboy, inmalaysia, 好奇怪 去年来的 去年的新加拿过 他帮助马来西亚带回攻击 继续努力 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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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跟他讨论一下 问他2024的准备 或者是他懂 2024的准备 分数还是怎样 我们问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就召唤Legosan OK啦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 Legosan 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你自我介绍一下先 Hello 大家好 如果有人不认识我先自我介绍 我叫Legosan 我今年26岁来自马来西亚 是位全职的B-boy 然后也是位运动员 然后我是一个全马最厉害的B-boy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这样子讲 这些事要你们讲 哦 我讲这要你们的 咱们可以讲 OK 这样我先直接进入正题啦 你也懂得我问你 来interview了啦 所以你对于这次B-boy进入Olympic 应该是一个运动会吧 对于B-boy进入运动会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Breaking能够进入到2024的奥运会 其实对我们B-boy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 因为本身这一个舞蹈 它就是以前来说是属于underground 这样现在已经被人家承认是一个sport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展现给世界人看到我们这个舞蹈的魅力哦 所以你觉得B-boy as 一个art 被承认 as 一个sport 你觉得是一个好的东西吗 因为很多人都会 欸 跳舞是艺术是art 可是现在Olympic是sport 又要有分数哦 你对这整个art跟sport的东西 你有什么看法 像我觉得进入到2UV 所以一定是有好有坏啦 那坏的话就可能 有些人会觉得 呃 跳舞本身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art form的东西 不应该是用分数啊 去衡量这种舞蹈 但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好事啦 因为跳舞 能够进到Olympic欸 我觉得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好事 因为一旦进入了Olympic哦 就每个国家的这个跳舞的文化 我觉得会帮助到啊 可以做更多的event 达到更多的sponsor 去推广更好的这个 这个平台给我们的VBOY哦 像你会不会来好像 担心哦 呃 2024 Paris的VBOY Event 做到很成功的话啦 然后我 因为会spread去全世界了嘛 What if我这样的一个现象哦 弄到VBOY这个东西 它变死了的话 像你会不会有这个重判性啊 啊 我 变质肯定会变了的啦 但是你要换一个方面去想 不然你 你还要以那种 就是一定要在那种street 在街头跳舞啊 然后要gangster的那种 这样子时代慢慢改变 这样我们人也要进步 包括舞蹈也是要进步 所以 我觉得就算变了 但是 如果是变得更好的 我觉得 没有问题啦 嗯 这个Breaking的这个category 他们有没有跟你讲 有什么分数啊 你要score的啊 你一定懂了 这才scoreship啊 大概是懂了 就是前两年 我已经有参加一个 Olympic Test Run Olympic Test Run 在南京 对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默默代表马来西亚去 但是 你懂 没有人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分数那边他们会 有比较system的判法 去判每一场 battle 而不是这样子 随便的 因为我有看过那个scoring的system 差不多有 15个categorium 就是 对 就是你的 difficulty啊 你的showmanship啊 你的originality啊 你的 你出场的那个 就是很多 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这样子就讲 有没有那种beboy 如果他只是专服务的啦 有的那种beboy一定有嘛 他只是服务的 他不会保护 这样子这种beboy在Olympic是 不吃香的 不吃香哦 就算你服务那边有多的厉害啦 但是 你想看你拿到的分数 只是一个categorium 只是一个服务的方面吧 所以 要比的话 就是要选人 就好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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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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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敢起动哦 这样 回到这个categorium 我想问一下 在我们malaysia 这个高温 他有没有支援 这个categorium 那年 2019的时候 有没有支援 哈哈 你怎么听我这个问题 哈哈 一定会问的嘛 因为我们跑也是好奇嘛 我们也没有完全代表过 malaysia 更高温这样的合作啊 那时候其实是没有啦 因为breaking 现在Olympic这种 我们有分 两个sport 就是sport a跟sport b sport a 就是被政府recognize 那样小的sport 就是那种 游泳啊 badminton啊 步啊 这样sport b 就是可能还没有 official进入到Olympic 还是在run 所以 那个时候 其实是 我自己是 飞去的啦 哦 他们没有给什么support but 我就是feel到很 很shed啦 你懂 but after我赢了goal medal 就是很多记者来EW 然后 我觉得 我就不要赢啦 我就直接跟记者讲 我讲我这次来 其实我也不懂代表国家 还是代表自己 因为是我自己自飞 来去比这个系列的比赛 所以 完全是自己要付钱啊 就飞机票那些咯 飞机票那些全部咯 飞机票那些全部咯 我们家可以去开一家看 其实基本上 我们也是这样去自博比赛啊 你说大多数 哪里都不准备你去代表人 after我跟记者讲完了 他们就有登报纸做一些报导 对 但是晚上我就很快 接到EW的call了 然后他们就讲 你自飞用了多少钱 飞机票那些 因为我们这边卡路和你 哦 就这样 at least有东西啦 我觉得 人家还有购买的 对啊 所以 其实你赞加快进去 你有办法 你有成绩的话 你总会去care 那种 好像我们去回家 我爸爸妈妈要怎样support 就是 所以2024的Paris Lamping 你是恐怖去定了的吗 是吗 不能说是从中我去啦 是全部东西还在重备这 因为我也不能这样子 跟大家讲 我肯定是去了 有人比你点啊 是吗 呃 不是有人比我点 因为一直这个东西 哇 不是有人比他给 你自己给 不是 你自己给 可是他要follow the rules 不是有人比他给 他要follow the rules 等一下你可以再给你解释 我要follow the rules 你解释一下 这个是Paris Malaysian people 代表是要怎样选 还有怎样才能讲 而这个人有资格去代表吗 现在的情况呢 已经不像是 我们以前比的那种 Underground比赛 就是属于跳舞比赛 什么Pent of the Year Ru Biciu 是不一样的模式 这一次 已经是不是讲 我们要去就去进行的 没有这个说法 现在来说就是 进行Sport Sport就是他们 2024嘛 就是明年后年 马来西亚即将应该会有很多 几分赛的比赛 就是for我们relation so 就是要看到 2024前 看这些几分赛 哪一个Bboy 达到的分数是最高的 就那一位 就代表 一位吧 一位吧 不然三个 不是有两三个的咩 不是可以两三个 你球只有几个 对 但是到最后还是要看 我们马来西亚的正组 还有主办法 看他们要 要几个人啦 你一定是要去的是不是 Paris2024 我大死都要去 我大死不反省来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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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到Olympic 不要讲了 金牌 金牌 藤牌 我觉得能够代表马来西亚 到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 我咯 我靠 有这样的心态是好的 不会这样去pest 我看Olympic 它有那种 Domastic的那种项目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 是他有讲 有一些sport 他们有一些指定的动作 是反归 然后是可以pest 就是因为他这个动作太危险 会对那个运动员造成的 生命危险 之类的 受伤 所以他那个动作会被pest 被pest掉 What if 你在Olympic V-boy 里面 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这样你会讲 就看好了 我妹妹 我妹妹跟你讲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pest 这样怎么办 这样子 对我来说是 因为我不会pest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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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这样pest 就这样够pest 就这样够pest 然后他就讲 这个很危险 所以以后B-boy都不可以用这个动作 你觉得对这样子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因为我觉得能够上到的 都是比较专业的B-boy 都是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不会这么容易受伤 然后 在我们Olympic这种比赛 它是确实有ban一些动作 我们B-boy是不能做的 已经有些不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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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些也是不能 就是有 因为我们B-boy battle 如果你没有了解 就是很多时候会 所以 这样之前不是少了很多B-boy 那个整个 那个fight不见了哦 所以 就是这样子咯 就是以舞蹈去比分体罢 没有的这种 你们是这样子比吗 A-Len是这样battle吗 还是P-Len前面跳起来表演给他 肯定是 照回A-Len是battle-tack的 不是对观众 我其实的目标是 可以影响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去接触到 Breaking这个舞蹈 因为其实说 现在这个年代 跳Breaking的人已经很少在马来西亚 因为为什么 时代变了 大家只是需要 哦 帅 去跳Coreo 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拍 然后上传video去Instagram 就是他们要这个 最快的一个效果 因为Breaking不一样哦 你念一个动作 你可能要念三个月 半年 甚至会受伤 所以很多人已经 不能 持续坚持下去了 因为很多人要吃快餐 对 很多人要吃快餐 这个Oletic讲的Breaking哦 应该你在边附有看到的啦 很多人都有留言 讲这个那个Oletic都有看完的啦 所以你的东西要跟大众 就是我们先讲马来西亚的观众 很多人也不了解 D-boy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Breaking进了Oletic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事 那 for 大众 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一块呢 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 可以先去了解 就先不要丢这些 Necutive White啊 什么 Carding 跳了Carding 那会久 就可以带到Oletic 就是 这种 我不懂这么 有这样没有素质的人啦 所以 我觉得 身为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其实要给予多一些知识跟爱 因为马来西亚就是 缺乏这一个 而是很多那种 酸民 那种 TOP SHIT的 所以 马来西亚才会造成这样子 其实 明明马来西亚就有很多talented 只是 不被大众去appreciate OK 好的 祝你 一路顺风 祝你这次做得到2024 希望你能make it to Oletic 希望马来西亚有幸福 Yes All your best 谢谢你 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Chitty Bye bye OK So 我们跟我们的 Friend Friend 所以 新的观众也大概了解 整个VBOY 希望大家也互相尊重一下 也支持一下 不要太过酸民 不要太多hick comments Yes 严路是自由啦 就是 那你讲XX就好 XX 对 你在那里讲XX 他不会说到你很甜 就说到你很不知 就说到你很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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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要去了解那些东西 才去comment comment一个 constructive的comment 会好 你要不支持VBOY 没有问题 你能不能说 讲一点VBOY Constructive的comment 不要弄了 那种 明显 可能他们就是要弄了 如果你是懂了 你才能说 还有东西可以说 就OK啦 很明显你是 讲什么Gloven 你可能觉得 一个comment没有东西 可是你看 即使是 Malitia 一位最高的VBOY 他都会看到 他都会感到 他都会感到 他会感到 100个comment 你觉得 一个就够了 好不容易 才有一个Olympic event 然后一个街舞 是多么难得 会被纳入 运动会里面 所以你看 不是对每个人 可是at least 对很多VBOY来讲 这个是一个 不怕的事情 因为终于可以怕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的东西 7K 然后 这样 VBOY 哇 还没有start 就start了 你们就先踩一脚 还没有start 就start了 还没有start 你踩一脚 2024VBOY start的时候 如果VBOY一直来了 诶很显的 诶讲真的啦 你看Akai Level 他都讲过 哇很多双鸣 其实我不觉得 他遇到双鸣多么 所以就讲 你看 他们刚刚一开始 有一个国际性的news 然后你们就开始 踩那么一点点 他们就fuel了几多 不要小看你们 写的每一句comment的 其实很难 support 就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下面问 可能我们可以在做一个 议流 所以基本上 希望大家大概了解了 对 DON'T SPREAD MADE 整个Olympic 2024 Paris OK 不太不可以 都巴掌他们 不太不可以 不太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和分享 再见 拜拜